除了行动党陆续宣布候选人阵容 国盟也是公布 由土团党副主席兼教育部长 拿督穆罕默拉兹出战不成国席 国盟主席丹斯林默有丁 昨天晚上在国盟活动上证实了 外界早前揣测穆罕默拉兹的政治动向 从2004年全国大选至今 不成都是巫统的堡垒区 而蝉联四届的东郭安南 预料这一次不会出战 不过国盟这一次要攻破这个选区 难度相当大 同时慕尤丁也承诺 一旦国盟再一次执政 会兑现国阵所宣布的 总额2500令吉的特别津贴 都预订阅 不过国盟这次执政 都预认了 多年的判断 都预认了